在台湾日本老闆流行的規制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 最后一方公開就是接觸疫苗 但是疫苗在接觸後 也代表需要三禮拜至四禮拜 再三省有效的保護力 因此每年的三月份是住日本老闆疫苗的最後的時期 跟其七十区的衛生索特別提倡家長 要記得帶出來的誘導 到衛生索也只是合佑的醫療醫所來接觸 以營運日本老闆流行的規制來臨 春天到天氣漸漸變暖 還要進入日本老闆流行的規制 因為日本老闆主要欠款醫療 最近日本老闆疫苗是最好的遺憾方法 所以各自當的護衛生索就被提倡家長 不僅整理都都提供日本老闆疫苗接觸 年末十五個月的幼稚應該要接觸兩隻的助手 兩隻時間要上結兩禮拜 計程又再接觸一隻 從一百空二年開始 不然五歲以上的理論應該要試試在進入國學進行 要完成第四隻的疫苗接觸 日本老闆是透過蚊子叮咬之後傳播給人類的傳染疾病 那每年的流行期大概是五至十月 東區衛生索在這邊提醒家長 如果家中有年滿十五個月大 兩歲三個月跟五歲的小朋友 請記得攜帶到我們嘉義市的合約醫療院所 跟衛生索施打疫苗 除了接進入廟 江義市當局衛生索洋業 要劈眠感染日本老闆愛 社辛風喚病患 想出選問題 面中可以在地圍 房間 裝客人來安葬 擦湯擦房 最有幫忙 尽量劈眠這個地條 這些是吉他動物的脫下 跟病患自身的地點附近的化妝 但是不用劈眠 就是要穿著白衣 這些是我 防蚊液來劈免到蚊子頂 寒給感染的風險 西新新聞 中共民王秀三 大家一起採訪報道